是女人 你要干什么 女人 玉淼 玉淼 你怎么了 古则印 大嫂 大嫂 古则印 怎么办啊 应该是受到海中的影响 那 那我不会被这儿鱼吧 只能尽快取出来 怎么取 那 那怎么吞下去就怎么取出来 你别多想咱俩真是救命呢 大嫂这是什么意思啊 大哥大嫂都在一起了吗 未必 别管他们 继续 大哥好像要被大嫂吃了一样 救大哥 四弟 是 事情不是你们想象的那样 真是成事不足 败事有余 大哥 你珠子拿回来了吗 大哥 你说话呀 太舒服了 忘了 大哥 这怎么能忘了呢 你也太不正经了吧 老四 你能不能改改动不动就撞门 这个臭毛呀 大哥 我跟小海团团团玩习惯了 我一时半会儿改不过来啊 不好意思啊 大嫂 还请再来一次 别再忘了 你们还不快点出去 走走走 那 再试一下 回去了吗 还没有 那 会不会是姿势不对啊 我觉得你上一次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那你抱着我 有点沉 我吃你家大米了 赶紧气 怎么样 没有 那就是 环境不对 开始吧 你不是鱼吗 怎么还会枪水啊 我竹子不是给你了吗 这也不行那也不行 到底怎么样才行吗 你说结婚是不是没有用啊 为什么珠子还没有回来 大哥 你是不是姿势不对 怎么可能啊 姿势我都试过了 大哥你 你什么你 我只是为了取回珠子 嗯 那会不会是环境不对啊 在水里试过吗 我都试过了 都不行了 老四 你今天为什么一直不说话 大哥 我也想谈恋爱了 你是不是傻 傻 你下来 哎呀 你干什么 你有什么关灯啊 肯定是你那几个好弟弟干的 好吗 他们什么关灯 那你说 他们为什么大半夜 把你推到我的房间 我单身的心如礁石 不可更改 你最好说话算话 你干吗 你放开 我怕黑 拿东西 干吗 好了 你海里不比这儿黑啊 二哥 你别怕他打 我害怕 老四 你别怕 你想想 大哥一看到猫 还不投怀松抱 只要大哥能取回珠子 我们所做的一切 就都是值得的 啊 你怎么会吃啊 古得一 我以前很喜欢猫的 我为什么会控制不住地翻抖啊 你怕猫是鱼的天性 你穴头压制 那 那那那那 那我不会要变成鱼了吧 过来了过来了过来了 啊 啊 古得一 我们是不是谈恋爱吧 我怕死 啊 我们愿意谈恋爱 打开门 放我们出去 大哥大嫂 你们去看爱情丽的吧 看电影 看什么电影 黑漆漆的房间里 一关就是两个小时 吓死个鱼 要不去海族馆看下海豚表演 我又不是老四 看什么小海豚 水族馆不行 不如去游乐场 还不如前两个呢 哎 你们到底会不谈恋爱啊 大哥 你就别说我们了 你不是也不会不谈 我不谈则已 亦谈惊人 明天我亲自安排 文淼淼 你就等着对我神魂颠倒吧 回去睡觉了 晚安 我也睡了 晚安 因为要维持人鱼族繁衍 人鱼族只能生产男人鱼 人鱼十五千年 目前所知 只有五只女人鱼 数以基因突变 女人鱼与人类女子无异 但因为没有海豚 只能活到二十五岁 除非获得男人鱼 拥有真爱之力的海豚 放可延续生命 也不知道顾泽依和陆淼淼 感情怎么样了 我的时间不多了 看来 得帮他们一把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